我没有病,我急诊满了,我急诊隔离是已经满了 医疗量能吃紧,确诊患者呈人求不断被医院拒收 家人急得像热锅上蚂蚁 就知道没有病床,没有医院可以少,就会昏迷了 但对照病患与病床术,中国可用专则病房超过3000床 双北还剩419床,负压隔离病房可用1021床 双北则只剩下28床 民众要问专则病房如果够,为什么轻症者全送检疫所不准租到医院区 负压病房若真的有剩,为什么有重症患者会变人求送医遭拒死在家里 换言之,中央公布的数字是还有病床 但实际上各医院就是大爆满,让上门病患被抬出去 是中央协调病房出问题,还是你说有病床够根本不能相信 双北也加快脚步清空病床,中央说病房数到现在还够确诊家属的 无助呐喊用人民换来的血淋淋教训 中央有没有看进去这综合报道